搜集人員把握黃金時間進行水下搜尋 將找到的沙石車駕駛送上岸搶救 不過人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趕緊送一擊救 整台沙石車車頭和車身都已經沉入水裡 只剩下車尾露出水面 事發在28號上午8點多 新北市商港路和商港五路交叉路口 有沙石車衝破台北港護城河的欄杆 沙石車連人彈車掉進河中 庫蘭被撞破搜救人員趕緊進行水下搜救 在8點39分巡迫沙石車駕駛 不過人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木站把步道直接被撞斷 可想而知當時撞擊力道有多大 木警民眾說原本駕駛在路口等紅燈 但燈號轉成綠燈時卻沒有向前開 直到後方駕駛按喇叭提醒才行事 不過卻在台北港路口時 不明原因一路碰撞 最後整台車掉進河裡 到底為何會墜合 詳細原因警方還在調查釐清 華西雄黃昭聖 蕭宇宙新北報導 短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60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給您嶄新誓言